我国冠病疫情趋缓 学校一些课程辅助活动逐渐恢复 不过风险较高的课程辅助活动明年开学之后仍会暂停 学者指出 这对希望借由直接招生计划考入理想学校的学生 恐怕会有负面的影响 小五学生阿飞克过去九个月没能和学校的队友一起玩橄榄球 由于涉及较多肢体接触 橄榄球运动还未能恢复 他担心通过直接招生计划考入理想中学的计划会因此受挫 尽管教育部正探讨如何安全恢复高风险活动 但继续暂停这类活动可能导致希望既由直接招生计划进入理想学校的学生处于弱势 另外学者指出 课程辅助活动 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有所帮助 长期暂停可能对学生带来负面影响 而对于无法负担为孩子提供校外辅导的弱势家庭来说 影响恐怕更严重